我们来讲维生素A 维生素A是人类的必须营养素之一 它是一大类营养素 其中包括氏黄醇 氏黄泉 氏黄酸 以及多种类胡萝卜素 它最出名的功能之一 就是对视力和眼睛健康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它又叫 氏黄醇 氏黄泉的原因 但是除了视力之外 维生素A还在其他的方面 发挥重要的作用 所以今天我们就详细讲讲 维生素A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作用 首先维生素A是一个强有力的抗氧化剂 就像维生素C和E一样 维生素A通过减少自由基造成的损害 在免疫系统中发挥作用 保护细胞免受损伤 这种抗氧化作用有助于预防多种疾病 特别是和氧化硬剂相关的疾病 比如糖尿病 心脏病 第二有助于维护视力 维生素A帮助我们把视入眼睛的光线 转化成可以发送到大脑的电信号 如果你缺乏维生素A 最先感觉到的可能是晚上看不清楚 这个叫夜盲症 这是因为维生素A是视网膜里面一个叫 氏子红质的东西的主要成分 它对光特别敏感 有夜盲症的人白天看东西没有问题 但是晚上就不行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很难捕捉到比较昏暗的光线 除了预防夜盲症 吃足够量的β胡萝卜素 还可能有助于减缓 因为年龄变老而出现的势力下降 年龄相关的黄斑变性 AMD是欧美发达国家老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确切的原因 但是普遍认为是由于氧化硬剂引起的 视网膜细胞损伤引起的 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主导的一项大型研究 ARED Age Related Eye Disease Studies 与年龄相关的染病研究发现 给50岁以上的势力退化的老年人 补充β胡萝卜素 以及维生素C维生素E含有心 可以把他们得晚期黄斑变性的风险降低25% 第三 支持健康的免疫系统 维生素A在维持身体的自然防御方面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参与免疫细胞的产生 这些免疫细胞有助于 捕获和清除血液中的细菌和其他的病原体 缺乏维生素A导致脂炎因子水平升高 从而降低你的免疫系统的反应和功能 这样你就很容易感染 生病之后恢复的也会比较慢 事实上在麻疹和疟疾这类传染病 很普遍的国家里 给小孩子补充维生素A 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死于这些疾病的风险 第四 保持皮肤的年轻健康 维生素A真的对我们的皮肤超级有好处 早思夜晚A这个护肤概念很多人都知道吧 晚A就是维生素A 具体来讲就是A醇是黄醇 它帮助我们的皮肤更快的更新 这就意味着新的年轻的皮肤细胞可以更快的出现 让皮肤看起来更有光泽 而且它还能让皮肤产生更多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精力 这两个东西就像是皮肤的骨架 把你的脸皮能够撑起来 让皮肤更有弹性 从而减少你脸上的皱纹 对于那些经常长痘痘的人来说 维生素A也是一个好帮手 因为它可以调节皮肤油脂的分泌 减少痘痘的出现 它还能加强皮肤的保护屏障 让皮肤不太容易失去水分 感觉更加滋润 还有如果你担心晒太阳对皮肤不好 维生素A也能帮忙修复太阳对皮肤的伤害 但是虽然它这么好 作用这么强 还是要注意啊 太多或者浓度太高呢 对皮肤也不好 反而容易造成皮肤干燥 脱皮红肿和刺激 第五 支持骨骼健康 维生素A对骨骼健康也带有好处 特别是对小孩子或者是青少年 它在骨骼快速生长发育期呢 起到了关键作用 它帮助调节成骨细胞的活性 促进骨骼的正常生长 让小孩的骨头呢长得更好 而且呢我们的骨头其实是一直在更新的 骨骼呢是一个 不断在自我修复和重塑的活跃性组织 维生素A呢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 来确保我们的骨骼呢始终保持健康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D呢帮助身体吸收钙 但维生素A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钙的代谢和吸收 但是过多的维生素A呢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事 吃太多呢可能会对骨头不好 甚至呢还会增加骨折的风险 第六促进生殖系统健康 维生素A呢对男性和女性的生育能力非常重要 对于男性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维生素A呢 你的身体可能就难以制造出健康的小蝌蚪 而且你的生殖器官比如睾丸和精囊呢 可能会变得比较小 对于女性来说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维生素A 那么你的雌激素分泌呢就会出现问题 更糟糕的是如果女性在怀孕前没有补充足够的维生素A 那你可能很难怀得上 怀孕有困难 总之维生素A对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健康呢 都是非常关键的 缺乏它呢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生殖问题 第七促进胎儿健康生长 维生素A对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成长真的很重要 它帮助胎儿的眼睛心脏肺和大脑等部分呢正常发育 但是准妈妈们呢也要注意 维生素A吃的太多或者太少呢都不好 如果你吃的太少呢 宝宝的某些部分可能发育的不好 比如眼睛或者耳朵 但如果你吃的太多呢 特别是吃了很多的动物肝脏鱼肝油这样的食物 宝宝出生的时候呢 脸部或者心脏呢可能会有缺陷 因此许多官方的卫生部门呢 都建议女性在怀孕期间 避免食用含有高浓度维生素A的食物 比如动物肝脏鱼肝油和含有维生素A的补充剂 所以准妈妈们呢 最好确保吃的维生素A刚刚好 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补充之前呢最好先去问问医生或者营养师 看吃多少合适 第八 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 维生素A对儿童来说呢 极其极其重要 简单的说 它帮助细胞在身体的各个部分 正确的成长和发展 帮助骨骼正常发育 如果小孩子没有足够的维生素A 他们的身体呢 可能不会长得很好 骨头呢 也可能不够强壮 而且没有这个维生素A呢 小孩子更容易生病 我刚才讲过了 维生素A呢 对身体的免疫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如果小孩缺乏维生素A呢 他们可能呢 就不太想吃东西 食欲不太好 很挑嘴 这就意味着 他们可能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呢 来帮助他们长高长大 所以对于小孩来说 维生素A的缺乏呢 可能导致生长持缓 为了孩子的健康 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维生素A呢 是非常必要的 维生素A呢 有两种来源 动物和植物 但是它们的形式和特性呢 有所不同 动物来源 通常呢 以湿黄醇或湿黄脂的形式 提供维生素A 主要存在于动物的肝脏 鱼肝油 奶制品蛋黄 和其他动物性的食物中 它呢 可以直接被身体利用 不需要转化 但它是脂溶性的 可以在身体的脂肪组织中存储 如果你补的太多呢 它在身体中 累积到一定的量呢 是会中毒的 中毒的症状呢 包括头痛 恶心 皮肤干燥 关节疼痛 脱发和其他的问题 特别是肝脏和鱼肝油呢 是维生素A的高含量来源 所以补充的时候呢 需要小心 避免长期大脊量摄入 植物来源的维生素A呢 又被称为前维生素A 或维生素A元 对于人体来说呢 四种类胡萝卜素 β胡萝卜素 ρ胡萝卜素 γ胡萝卜素 和β以黄制 具有维生素A活性 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呢 是β胡萝卜素 这些维生素A元呢 主要存在于深绿色 黄色和橙色的蔬菜和水果中 比如胡萝卜 甜红椒 红薯和菠菜 你的身体呢 需要先把它转化成 湿黄醇才能够被使用 通常呢 不会导致中毒 因为我们的身体 是很聪明的 它在体内转化为 活性形式呢 是受调节的 身体呢 会自动的调节 转化成湿黄醇的数量 维生素A具体的服用剂量 NIH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 建议呢 是这样的 中国国内维生素A的建议 食物剂量呢 是成人每天 食物量呢 为2500 国际单位 相当于750立克 维生素A呢 是我们健康 可或缺的部分 为了确保身体健康 我们需要 食物适量的维生素A 而不是过多或过少 以上呢 就是维生素A的一个 全科普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 还不错 请点赞评论转发 如果你想知道最新的 营养学知识 补充自己知识 请订阅我的频道 OK这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